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不到十万的偷卖房车 这里是房车的牵引系统 这个是球头 信号灯连接插头 这根红色的是防拖勾绳 旁边这个是驻车手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正面的配置 这里有一个超大的贯穿式储物舱 可以放大件的行李 旁边是加水口以及充电口 这里是房车的中门 中门采用双层设计 里面是防纹纱窗 这里是外置零接口 接上喷头就可以在外面洗澡 进入车内 门口是整体的控制面板 控制房车的用水用电 下方还有一个燃气热水器 旁边是洗手池以及电磁路路 最下方还有一台五十三的房车专用冰箱 左手边是贵客区 采用对头卡托式沙发 中间重板可以加下来变为床 主要有非常多的储物空间 主要有一个超深的衣柜 旁边还有一组掉柜 前方是二次储的还有变成空墙 前方是祖卧区域 祖卧区域是一张超大的松车床 前方还有一个超大窗户 下拉式隐私 下拉式防纹 前方是卫生间区域 卫生间内配有便携式马桶 花洒淋浴 里边还有一个外推窗 今天这款房车你喜欢吗 关注我带你看遍房车